曾子丹跟太太汪詩詩 这天夫妻党出席活动 推广有机蔬菜 老婆做菜 老公试吃 真的很sweet啊 不知道平时詩詩可有下厨 让丹爷一饱口福啊 如果有实践的话呢 我是喜欢煮菜的 对因为我觉得 煮菜这个 看到自己家人吃的时候 他们很开心我 我也蛮开心的 听说儿子最近生病了 做父母的一定很担心吧 就是我还以为是感冒 就是简单 但是然后只能给我看很多新闻 现在香港原来那么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要注意一点 因为天气冷 然后穿多一点衣服 然后就是 卫生 卫生还有吃的东西也要注意一点 现在它好了 现在大家不用担心 他也会上学了 他只是 之前 对感冒比较严重而已 刚公布的香港金像奖提名名单中 丹爷只凭电影 一个人的武林得到最佳武术指导的提名 没有影帝的提名 丹爷会觉得失望吗 这个也不是我说的算的吗 当然 每一个评选的一些活动 当然 每一次 大家给你的肯定 你都会很开心 也谢谢他们 但是 已经那么多年拍电影 已经对这个也没有特别的去 反正就是 得到大家认同就继续去 除了谢谢还是继续去努力去拍戏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 透过这里呢 我觉得我要恭喜咱们宝强 王宝强 在这个一个人的武林 得到这个最佳南配角的提名 我要在这里要恭喜他 因为他确实是付出了很大很大 而且他的表现也非常非常的出色 虽然失落影帝提名 但丹爷可是很努力的挑战不同的角色哦 就好像刚上映的福华宴中 有分客串的丹爷不打功夫 反而是一人分饰四角 更在戏中宰歌宰舞呢 这个是 我也很惊喜 因为他天天在家里练的嘛 就是有练这个歌 然后这个歌是很高音的 他能够这样那么成功表演出来 是很骄傲很 proud good job 一开始的时候 百明哥还说 你不可能把这个歌唱 唱得好 然后我也比较喜欢挑战 你越觉得不可能的事情 我觉得越让我有兴趣去接受挑战 那最后就用一个礼拜的时间 把它就是完成 歌唱得这么好 有考虑要进军乐坛当歌手啊 没有我从来没有想过 以前也拍过一些 对跳舞音乐有关的一些电影 就是这一次是尝试 唱这个这首歌是难度蛮高的 那最后还好 出来没太难听太丢人 情人节也快到了 会趁机二人世界浪漫一番吗 情人节 已经说情人节吗 情人节肯定是 我两了难道有三个吗 惊喜就不能说了吗 说了就不惊喜了 都有准备的 每年都有了 好吗 好吗 对ー 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